Hello 又是我Sally 未来这个星期就是Halloween 不知道大家会四围去哪里玩呢? 我会想去太空馆 因为太空馆在万圣节期间 晚上会化身为大型南瓜 给大家打卡 还有免费雪糕牌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 不说这么多了 马上开始今期叶画 恭喜P&O Hi-Fi 获得英国音响品牌 Audiolab授权 成为港澳地区的总代理 而我们编辑部早前 已经借了他们的 无线串流播放机9000N 合拼式矿音机9000A 以及电源处理器 DC Block 6 回来做测试 无线串流播放机9000N 刚刚在6月份 获得Watch Hi-Fi 5星级好评 用上旗舰ES Sabre ES 9038 Pro 32bit 8星度DAC晶片 最高支援PCM 32bit 768kHz 以及DSD 512格式 支援AirPlay 2 Tidal Connect Spotify Connect MQA 和RoomReady认证 搭载光纤 同轴 RCA非平衡 以及XLR平衡输出 小失和Hugo 已经拍了评测影片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 就要密切留意啦 Bowers & Wilkins 最新推出Ziplin Pro智能喇叭 新喇叭保留了经典飞船设计 采用全新泰膜高音单元 可以提供更纯正清晰的音质 中音单元配备9cm固定FST圆挂传感器 有助加强震膜阻离强度 而低音单元也有新改良 令到喇叭商外共振减少 Ziplin Pro支援AirPlay 2 Spotify Connect 蓝牙 以及多房间播放功能等等 提供耀日金和太空灰 两款配色选择 它的官方售价就是799美元 ZoNOS推出全新Ark Ultra Soundbar 配备14个自家设计喇叭单元 支援9.1.4星度Dolby Atmos音效输出 搭載全新Soundmotion低音技术 官方声称低音表现是上代的两倍 更加可以利用两个上向天花反射单元 来强化3D音效体验 同时可以配搭超低音喇叭10科 以及是Era Soundbar 无线喇叭 提升家庭影院的表现 新Soundbar 还支援True Play声效校校正技术 可以为用家调整出最合适的音效 Sonos Arc Ultra 和10科 都提供黑白两种颜色选择 售价分别就是港币9999元和6999元 BankQ推出全新4K家庭影院投影机GP520 新机支援4K HDR画质 兼容HDR10和HDR10 Plus格式 具备2600 ANSI流明亮度 自适应画面系统能够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画质 内建Google TV系统 支援Netflix、Disney Plus等串流平台 搭载两个HDMI 2.1输入端子 也支援USB-A和USB-C接拨 新机内置了两个12W喇叭 支援Dolby Audio 以及搭载自家Cinematic Sound音效技术 BankQ GP520的官方定价就是$1600 乐图将会在11月推出USB DAC解码器PAW-D2 新机外形非常小巧 自带OLED屏幕显示播放状态 配备AKM4490 DAC晶片 支援PCM24bit 192kHz 以及DSD64格式 搭载光纤、同軸、XLR端子 内建了多种EQ和类波器给用家选择 亦都采用了独立的非秒时钟系统 能够有效阻隔干扰 PAW-D2的售价就是$68200 ONE AUDIO推出全新2024年版主动降噪耳机A10 新耳机主打主动降噪功能 利用两组向外的收音咪收集环境噪音 再和耳罩内的收音咪作对比 从而可以做出最好的降噪效果 官方指它能够消除达到35dB的环境噪音 内置40mm动圈单元 用上双耳机康体设计 A10更获得Hi-Res Audio认证 在开启ANC的情况下 有40个钟的续航力 亦都支援快速充电 充电10分钟就可以用到5个半钟了 有深蓝和灰白两色选择 A10的性价比非常高 售价只是需要$599 HDMI正式推出HDMI 2.1B规格 最高可以支援10K 120Hz输出 同时支援静态和动态HDR格式显示 并强化了SBTM信源度向式调影射技术 有效提升HDR和SDR内容显示效果 另外新规格也强化了EARC功能的表现 支援最高24bit 192kHz音效传输 其余焦点功能 还包括支援4K 240Hz显示 VRR、ALLM以及QMS快速媒体切换技术等等 Logitech G最新推出了两款无线电竞滑鼠 分别是Pro-X Superlite 2DEX和Pro2 LightSpeed 同时也推出了G915X无线电竞键盘 Pro-X Superlite 2DEX 具备高达44,000dpi的Hero 2感应器 以及Litefox光学技术 售价就是$1,499 而Pro2 LightSpeed 采用了对称设计 方便左右手使用 售价就是$999 两款滑鼠的续航力 都可以达到95个小时 提供黑、白、粉红三色选择 至于同期推出的G915X 无线键盘提供Full Size 和TKL版本 也有三种不同的建筑选择 采用了GL矮轴设计 触发建程比上代减少了0.2mm 它的定价就是$1,999港币 上星期的Give-A-Way活动 已经出了结果了 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选中 记得去上星期的 今期热话的置顶留言 看结果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like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要按下个钟仔 记得分享给多点朋友看 和留多点言 我全部都会看的 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